小赫莲倔强地摇了一下头 两久她再转过身来凝视着林景洪 我 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了 可是还是帮不上老爷子 说着说着 眼圈不由自主地红了 声音也有些哽咽 她的脑海中突然浮现了 她爷爷那慈祥的表情 已经好几年没有感觉到什么是孤独的她 突然发现今晚的自己真的有些孤单 甚至连她爷爷刚去世的那段时间 她都没有这样的感觉 林景洪正了正 一向对其他人冰冷冷的贺怜 没有想到对自己爷爷有异样的情感 看来她也只是外表上看上去冰冷 心里还是温暖的 外冷内热的女孩子 林景洪叹了一口气 懂得玄学 不代表着你就是神仙 人生老病死轮回六道是自然之相 并不是你的错 不要太放在心上了 再说了 老爷子现在不是已经没事了吗 将来的事情谁又能说得准呢 林景洪的安慰 小赫莲并没有多少的反应 她只是低下了头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冷风吹过 拼命钻入人的身体 阳台上沉默的两个人 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碳 等林景洪回到房间时 已经是午夜十二点了 整个人感觉都在颤抖 本来不至于这么不记得 但今天的惊吓实在不小 心情低落 又站在阳台上被冷风吹了那么久的时间 不颤抖那才叫怪事呢 直到钻进温暖的被窝 人才觉得舒服了些 丫头也在这个时候醒过来了 两个人聊了一会儿 林景洪的睡意越来越浓 不知再何时沉沉地睡去了 丫头凝视着她那略显疲惫的脸色 自言自语地嘀咕了一声 哥 当初你不当官多好啊 可以自由自在 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忽见墨头杨柳瑟 悔教夫婿 女封侯 别人希望自己的丈夫封侯败相 可我更希望 你能做个无忧无虑的顽固子弟 丫头说完 叹了一口气 整个人像只小猫似的 紧紧依偎在林景洪的胸前 沉沉地睡去 毁教夫婿 密封侯 她也知道 只是一个理想罢了 自己的丈夫这一生 与官有缘 注定是要在官场上拼搏打滚了 谁让她是林系子孙呢 谁让她娶了自己呢 娶了自己 不但是自己这个人 这个心 还有周家老爷子的希望 第二天早上到九点多钟了 林景洪才悠悠地醒来 怀中的美人早已不在 她忽然感觉 整个人昏昏沉沉地 浑身乏力 愣了一下 试着想起床 但是起了两次 最终还是无力地躺回去了 感冒了 没想到从小到大 也没有过两次感冒 可一进入官场 才短短的六七年时间 就已经感冒两次了 自己这身体是越来越差了 她正想着 门被敲声推开 丫头出现在门口 她身后还跟着秋运 哥 你醒了 我刚起床 发现你的身体很烫 很有可能是感冒了 便让秋运过来看看 说完又转向秋运 秋运 你先看看吧 秋运本来就是专长护理学 对于普通感冒病痛之类的小毛病 她倒是不在话下 因此经过她的一番检查 确定是林景洪 情绪起落大 而又致风寒入侵 感冒了 要调养两天 秋运去找来了几样药 给林景洪扶下后出去了 她还要赶到西山疗养院 去照顾老爷子 爷爷怎么样了 林景洪重新躺下 本来是准备今天要回加州的 现在看来是不大可能了 她只能安心地躺下 向正准备出去的丫头问了一声 爷爷昨天凌晨三点已经醒过来了 头脑很清醒 元气也在慢慢回复 医生建议不能长时间谈话 让爷爷多休息 丫头笑了笑道 哥 你等等 我去给你弄点早餐啊 说完转身出去 不一会儿拿着洗漱用具进来 给林景洪洗脸刷牙 又弄来早点 丫头她自己也没吃 两个人便在房间里一起吃了早点 到了十点钟左右 估计是要笑起作用了 林景洪便昏昏沉沉地睡着 直到下午两点多才醒过来 这次醒来时感觉好多了 虽然还是感觉浑身乏力 至少脑袋没有感觉昏昏沉沉了 想要下床活动一下 是不可能了 靠在床头 想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没多久丫头抱着小儿子进来 小儿子是老爷子给取的名 叫林熙健 昭文西健 与一日三省 有一曲同工之妙 林景洪对于取名字颇感不平 自己生了三个儿子 没有一个是自己取的名字 自己这个老爸当的可真够窝囊的 对于三个儿子的名字 说实在的 林景洪对于沈大壮这个名字最为合一 很够老土 但是寄予的希望却也很简单 茁壮成长 周玉清 林熙健 两个名字够华丽了 但是一生下来 就被人寄予了深厚的希望 就好像自己一样 林景洪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幸运还是不幸 说起来 林景洪跟丫头的想法 还是很相近的 两个人都同样希望 自己的儿子将来不要活得太累 简单点 开心点就行 这就叫心有林熙 只是两人的希望注定是难以实现的 林熙始终是要人继承的 看老爷子和周老爷子的意思 是希望三个儿子中 有一个继承林熙 一个继承沈家 还有一个继承临时基金 和临时集团 如果真的能够实现这样的想法 估计将来的林熙地位 牢不可破了吧 林景洪从乱七八糟的思绪中摆脱出来 跟小儿子斗弄了一下 没几下小家伙就哇哇大哭了 林景洪倒是不知道 自己到底哪惹毛了小家伙 丫头忙将林景洪的手拨开 哥 你的手劲太大了呢 你还说自己浑身乏力呢 看宝宝都被你捏得大哭不止了呢 林景洪文言感觉很是冤枉 这个也不怪自己吧 因为浑身乏力 怕抱不闻宝宝而已嘛 林景洪直到黄昏时分 浑身乏力的感觉才消失 人也精神了许多 期间又服了一次药 算是药到病除了 吃过晚饭 去了西山疗养院 探望了一下爷爷 两个人也没有聊多长时间 大约只有五分钟左右 林景洪见爷爷精神不济 便出来了 两个人聊的是临系的事 林老爷子一再告诫林景洪 在未来两三年内 不要离开加州市 一旦离开加州市 林系为林景洪造势 以及林景洪自己之前的努力 就会白费 而且林景洪将来的前途也堪忧 不须林老爷子千叮咛万嘱咐 其实林景洪对于这个形式 已经看得很明白了 不过林景洪还是问了一句话 假如堂家苦苦相逼让我离开加州市 我是不是可以利用林系 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造势呢 这个问题看起来像是一句废话 但他这么问是有深意的 林老爷子当时没怎么考虑 很是肯定地点了一下头 然后他那略显有些浑浊的双眼 看了一下自己的孙子 沙哑地道 既然你准备接手林系了 林系自然是你的东西 你想要怎么用就怎么用 何须问我 说到这里 他停顿了一下 歇息了一下 又说 你也知道 林系是我半生的心血 林氏基金是我一生的心血 但如果让我放弃一样 我会舍弃林氏基金 而不会放弃林系 我也知道 你是不会让我失望的 林景洪没有拍着胸脯保证什么 他也不需要这么做 既然已经踏上了这条路 自然是要走到底 也要走出个样子来 林系不但是爷爷半辈子的心血 更是许多人的期望 自己不能让跟着自己的人失望 期待自己的人失望 林景洪也从爷爷的话中 得到了一些信息 自己这次接手林系 是全盘接手 没有保留余地 也就是说 自己接手林系后 不是爷爷和周老爷子的傀儡 自己想要怎么做 就怎么做 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信息 也是林景洪所希望看到的局面 如果自己接手林系后 林系第一代和第二代不放权 那接手跟不接手 有什么区别呢 林景洪是在意权利 而不是希望有那种 附手附脚的感觉 自己接手林系后 估计爷爷和周老头 就真正退居幕后 做个闲居老头了吧 这样也好 两位老人都已经七老八十了 拼搏了一辈子 也是时候 该歇歇了 林景洪从病房里出来 感觉有些轻松 回到了香山别墅 老妈孙小梅 须寒问暖了半天 林景洪忙活了半天 总算应付过去了 林景洪又去看了一下奶奶 奶奶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了 特别是爷爷这次病情恶化 最担心的莫过于他了 这次他终于还是病倒了 不过他跟林景洪差不多 倒不是什么大病 只是偶感风寒 只是他毕竟人老了 不像林景洪正当年轻 又练过十几年 恢复得这么快 第二天 林景洪离开了京城回到加州 本来加州市的官员 以为这次林家肯定是出了大事 不然林景洪也不会急急忙忙的 连市委常委会议都只开了一半就回去了 因此林景洪在京城 应该会多待上一段时间 没想到不到三天就回来了 这让大家大感意外 尤其是市长唐商医 他从唐家得到消息 这次林景洪积极赶回京城 应该是林老爷子的病情恶化 唐家甚至已经做好准备 如果确定林家的老爷子 病情恶化没能好转 一等老爷子过世 就展开川省的布置 尽量想办法挤林景洪出加州 唐家时刻准备着 只是唐商医看林景洪回来 便知道林老爷子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他也有些失望 同时也有些庆幸 说到底 唐商医没有做好准备 他不像其他人 他是待在加州的唐家人 对加州这里的一切自然感觉得清楚 林景洪在加州的时间或许不长 但是声望却很高 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官场上 这跟高包伟那个时候是完全两样的 高包伟在加州时几乎是一个人说了算 成了土皇帝式的人物 但是绝对没有得到人心 无论是民间还是官场 对高包伟都不会有什么特殊的感情 所以林景洪一来高包伟的势力就土崩瓦解了 而自己来加州这么长时间 林景洪的势力不但没有土崩瓦解 反而觉得自己在加州越来越孤单 跟光杆司令没什么两样 唐商医始终想不通这个问题 林景洪对自己的控制并不严格 对加州市官场控制的也不严格 怎么反而自己得不到人心呢 在这样的状况下 如果想要发动 唐商医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一成的胜算 他心中没底 这是他庆幸的原因 时间慢慢过去 将来到底怎么发展 唐商医并不清楚 不过将来总是有希望的 所以唐商医的希望在将来 林景洪回来 杨再奇等人齐齐地松了一口气 林景洪找过曾军可 要了那天的市委常委会议记录看过之后 发现没有什么问题 唐商医基本上是按照既定议题进行的 林景洪询问了曾军可 会议当天发生的相关细节 曾军可将当天的事情说了一遍 林景洪得知自己在离开后不久 唐商医也曾离开过会场一会儿 林景洪猜测是林家打来的电话 向唐商医说明京城局势的 对于这个问题 林景洪倒没有怎么觉得奇怪 唐家对这个应该早就知道了的 书记 前日的人民日报你看过了吗 曾军可见林景洪没有其他问题 突然小心翼翼地问道 林景洪微微一愣 问了一句有什么问题吗 书记 前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 其中就是有关书记您和我们加州似的 书记 您先等等 我马上去给您找那份人民日报来 我觉得那个记者写得很好呢 曾军可说完急匆匆地离开了书记办公室 过了不长时间 他手中拿着一份报纸重新进来 书记 您看 林景洪文言被勾起了兴趣 忙接过来看了一下 曾军可所说的文章在第二版 题目是党和国家需要多少个这样的年轻官员 说的事是加州市经济一年来的发展 谈的是林景洪的围观之道 切入点是陈方刚之事 很小却能以小见大 林景洪一看到这个 便知道这文章是谁写的了 在小吃街有过两面之源的那位中年人 林景洪放下手中的报纸 叹了一口气 曾军可见状不解 最终还是问出了口 书记 我觉得这篇社论基本上符合事实 没有夸大 本文作者对您和对加州市 都隐隐透着一份敬意 您怎么看上去 反而不怎么高兴呢 我妈妈给大碧 乌团